好 早上 監獄 大人 最後 我們的主席 文字幕 主席 雄火 無法報 這裡面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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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倍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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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把前衝起來 前衝起來 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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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手臂夾住 第一婦女節即將來臨 那憲政府呢 也為了照顧我們更多的婦女同胞 包括我們今天 以及南章話的這個 連母宮 最主要還是讓大家有 這個防身的一個基本的一個概念 那除此之外我們還有 三八屋門四級 那就是讓我們的婦女能夠 再利用把家裡清早的 過程中有一些二手物 能夠拿出來大家再互相共享 那除此之外我們也 找了這個女性的這個 很特殊的 因為我們在性別的部分 有的行業別確實是會 比較辛苦喔 還有我們的這個 棒球的這個 裁判喔 那這個部分也會請他來做相關的一個 演講 讓他把他的心路歷程怎麼樣在這個 過去可能都是 棒球都是以男性為主題的 這個部分 他的心境過程來 讓他更多的理性 那瞭解就是說 在這性別歧視的一個過程中 的奮鬥過程喔 做為我們自己的一個這個 借鏡 那除此之外我們還有辦了非常多的一個 手作就是希望說 我們父女 除了說自己的 職業之外 能夠再有所謂的第二專長 那也希望說透過這樣的一個這個 那個DIY也能夠讓他們放鬆心情 那能夠呢透過他們 讓家裡面呢能夠更有美感喔 那這一次也要特別謝謝社會主委 也要特別謝謝我們夢想館 做了非常多相關的一個這個規劃 那也期許說未來 能夠讓更多的婦女 能夠更加的這個安全 能夠更加的幸福快樂 就是很希望就是來參加這種活動 是可以保護我自己 或是我一個 我學到的這些東西也可以用到生活當中 因為我之前就是社會治安部 就是不是很好的時候 我有被打擊 我覺得如果我之前有學到這些東西的話 我可能就是一直對於我的財務的保護 還是對我自己人生的安全一點 都是一種保障 我覺得學這個真的很有意義 也非常不錯謝謝